2002年10月18日 香港乐坛教父罗文迎兵去世 作为一代歌王 在他的葬礼上 梅艳芳、张学友、郑一剑、邓光荣等多位天王巨星均到场出席 而这其中就属刘鸾雄最来势汹汹 因为他是过来讨债的 房间传闻 在罗文治病期间 助理则传闻 曾打电话给刘鸾雄 称希望他能看在和罗文交情不错的份上 借一百万给后者救济治病 看在朋友的情分上 刘鸾雄慷慨解囊 借出了一百万 本想着朋友之意 有借有还 却不想直到罗文去世 这笔钱也没有还上 所以刘鸾雄只能在葬礼上找上门 索要这笔巨款 但对于罗文是否真的向刘鸾雄借了一百万这件事 外界大多对此持怀疑态度 这首先啊 罗文在世时 红透半边天 通告费 演唱会 哪个不是赚的是盆满钵满 而且患上肝癌 也不过是一两年的时间 当红歌星一辈子所赚的 难道还撑不住两年的医疗费吗 再者呀 退一步来说 即使罗文真的因病捉襟见肘 那么他会选择求助的对象 首当其中的不应该是沈殿侠 邓光荣 张国荣这些关系更近的至交好友吗 但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随着罗文的离世 百万借款的真相也随之掩埋 我们无法知晓真相 不过看到刘鸾雄在葬礼上泼脏水讨债 一向暴脾气的大哥邓光荣再也控制不住了 气愤地表示 罗文很可怜 不是死一次 而是死两次 其中一次是被人冤枉死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忠实的报道 对于一个这么完美的艺人 他一气之下 甚至对刘鸾雄下达了江湖追杀令 要知道啊 内视的邓光荣 可是香港娱乐圈赫赫有名的大哥 且背靠连宫乐 绝对是一个不好惹的大角色 刘鸾雄被吓到不行 最后只能找到14K的大老红汉裔 为自己去游睡游睡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洪汉裔 是个可与大毒枭 颇豪平起平坐的人物 后被捕入狱 坐了14年牢 出狱后干起了片门生意 但毕竟早年靠黑帮起家 所以偶尔还是会介入黑帮的冲突中 退休的前辈也是前辈 洪汉裔都出山了 邓光荣这边自然也在给足面子 两方人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了一番 再加上刘鸾雄也郑重地赔礼道歉了 这场是非就算是接过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的罗文在葬礼上 除了有刘鸾雄 梅艳芳 沈殿霞道场外 为其扶灵的八个人无一部背景深厚 比如邓光荣这种江湖大哥 杨寿成这位英皇老板 还有张学友这种天王巨星 据称当时张学友正在台湾赶通告 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推掉了部分通告 搭早班飞机返回香港当扶灵人 而八位扶灵人之一的黄瞻 也为罗文写了一对晚联 其葬礼匾额上的歌在人心 则是由金庸老爷子亲笔所写 可在这场众星云集的葬礼上 却不见一个人的踪影 他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哥哥张国荣 罗文和张国荣的关系一师一友 可偏偏张国荣却没有现身前者的葬礼 此举也为他招致了一些外界的不解和批评 至于其中的原因 坊间众说纷纭 但大概率是因为当时的张国荣疾病缠身 胃酸倒流的毛病一直未完全康复 当时有粉丝问起哥哥的病况 张国荣表示比之前好了一些 但还不是特别理想 话讲多了就会生杀 所以依然要休息 无法复工 患病未遇 再加之去葬礼 更容易加重负面的低调情绪 不利于病情的康复 所以出于对后续身体健康和工作的安排 张国荣才没有出席葬礼 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在罗文去世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张国荣就于2003年4月1日 从酒店高层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代巨星就在愚人节这天 以一个天大的玩笑离开了人世 令人唏嘘不已 话说回来 其实罗文能走到香港乐坛教父这个地位 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 也是经历了很多艰辛的 罗文出生在广西 那时候他还不叫罗文 而叫谭百仙 因为时局动荡 当时罗文一家也是几度搬家 最后才在广州解放北路一带定居下来 而这里离中山纪念堂非常的近 因此罗文小的时候 就经常到中山纪念堂玩耍 当时中山纪念堂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演出 为了能买上演唱会的门票 罗文只能从父母给的饭钱里 一点一点的攒 然后和姐姐轮流去售票处排队买票 除了看演唱会 罗文也经常跟着喜欢乐剧的母亲去看乐剧 看得多了 他便能模仿起乐剧演员的唱腔动作 一板一眼颇有风采 对乐剧产生兴趣后 罗文便想拜红线女矿剑连维时学习乐剧 不想却吃了个闭门羹 后在机缘巧合下才败入罗家宝门下学乐剧 几年后 本想在乐剧演员这条路上长远发展的罗文 却实打实地摔了个大跟头 因为年龄原因 和父母曾在民国政府任职的因素 他被心仪的乐剧学院拒之门外 这让他不得不另寻出路 而当时正值出入香港的政策变更 加之罗文的父亲已经去世 又赶上母亲患上鼻炎癌 为了一大家子未来的出路 他便借着给母亲买药的油头 来到香港谋求出路 因为出来香港的时候不过十三四岁 又不懂英文 所以罗文只能先在洋服部打工 混口饭吃 就这样兜兜转转过了两年 干过许多杂货的罗文 参加了一场由邵氏举办的歌唱比赛 并拿下了第三名 而这也是他命运转折的开始 比赛结束后 罗文先是和几位朋友搞起了乐队 后又和沈殿霞搞起了合唱团 虽然乐器和合唱团都相继解散 但此时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 和TVB签约的他 获得了演唱电视剧主题曲的机会 而随着罗文唱的歌越来越多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直至红透半边天 20世纪70年代 罗文可谓一支独秀 还是第一个举办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 一连举办了15场 后来他又成为第一位在伦敦 爱尔伯特大厅演出的亚洲艺人 同时他的歌也响彻了纽约曼迪逊公园剧场 以及新加坡国家剧场 在罗文40岁那年 他回到了年少时流连最多的中山纪念堂 在那里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这次他成为了舞台的主角 事业成功后 罗文也提携了很多乐坛的后辈 还组建过专门的社团 以培养有艺术细胞的年轻后辈 这其中就有一位叫做林家栋的徒弟 然而这位徒弟 却很快亲手断送了和罗文的师徒情谊 林家栋出道前期 以模仿明星而闻名 郑少秋 张学友都被他模仿过 因为在模仿界小有名气 所以后来某天 林家栋便在节目中又干起了老板行 模仿起了师傅罗文 这本来是没什么 可偏偏他在模仿罗文唱的 在我生命里的时候 将肢体动作和表情都表现得非常的夸张 成为了一种抹黑罗文形象的做法 因为那时候的罗文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他会在演唱会上浓妆艳抹 甚至是身着女装踩高跟鞋 十分的性感 因此被大家称为一代妖王 所以得知徒弟抹黑自己后 罗文大为生气 当即便在报纸上发布了一条公告 表示因为林家栋未能遵事重道 甚至有丑化本人之嫌 所以他已将其逐出师门断绝师徒关系 罗文说自己并不是弃别人模仿的表演 但林家栋是自己的学生 站在老师的角度上看 就是觉得一个学生这样去丑化老师的平时动作 认为他平时都像在舞台上那样 娘娘腔的扭来扭去 这个就很令人生气 而且罗文认为 即便老师真的如此 作为学生也应该帮老师维护一下形象 林家栋的这种行为 就是尊卑不分 毕竟是自己挖的坑 所以林家栋也只能自行咽下这个苦果 事后多年 虽然他一直在努力修补和罗文的关系 但直至后者去世 林家栋都未能重返师门 值得一提的是 从1945年到2002年 罗文走过了57年 然而在这57年中 他的感情归属却是一片空白 其实他并非没有恋爱过 罗文一见钟情的初恋叫做阿新 是一位舞蹈演员 两人这段恋爱谈了十年 一向是被身边人视为团宠的罗文 在阿新这里却成了宠人的那个 他宠她 包容她的一切 可两人十年的感情终究是有缘无分 最后女友嫁给了一位犹太人 而罗文恢复单身 和初恋结束后 罗文还曾谈过一位千金小姐 但两人的感情最后也告吹了 至于分手的原因不得而知 也许初恋阿新就像是罗文心头的白月光和朱砂痣 她想娶却娶不到的女孩 如果这一生的妻子不是她 那么其他人都是将就 可罗文不愿意将就 所以直至生命尽头 她也终身委屈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